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講那麼多 我們就回到今天的一個主題 今天呢其實我要講的呢 當然是一個球棒 這個在棒球呢 除了球之外呢 當然還有球棒 這兩個當然是主角 然後中間的一個科學呢 當然球有球的 它可以講的科學的一部分 球棒也有球棒講的科學的一部分 然後當然他們兩個 如果一場比賽 投手投球你永遠擋得到 棒子永遠碰不到球的話 你會覺得這一場比賽是非常的一個無聊 所以呢 我們在看棒球的時候 一定會球一定會碰到這個棒 所以當中呢 又有很多的一些科學 所以整個棒球的領域呢 其實幾乎把整個古典物理裡面 尤其在力學的這一部分呢 其實都涵蓋進去了 OK 然後只是看我們有沒有去發掘而已 OK 然後當然 除了硬棒棒的講一些科學之外呢 我們還是會提一些這些球棒的一些故事 OK 這一支球棒 這一支球棒一定要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這一支球棒呢 大概是全世界裡面最大支的一支球棒 OK 然後 這是真的球棒喔 這不是 當然它不是弄木頭 因為也沒有那麼大的樹 因為這一棟呢 大概六七層樓高啦 OK 多貴 這個非慢品 OK 因為這一支球棒呢 其實就是在那個 Nesville OK 就是現在大家每一個人看職業棒球 尤其職業棒球 無論是台灣或者是大聯盟呢 大概有一半的 一半的選手呢 是拿這個廠牌的 OK 就是 我們上面有寫 Louis Villis Lager OK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職業 一個木棒的一個製造廠商 OK 然後在他們的一個走步的時候呢 就擺了一支這麼大的一支球棒 OK 然後裡面有一些球棒的一些博物館啊等等 OK 所以 如果大家有幸到美國玩 Kentucky OK 如果去Kentucky的時候呢 不妨去這個地方去看一下 OK 然後 然後說到這家公司呢 說到這家公司呢 說到這家公司呢 其實還蠻好玩的 其實 有一個故事 有一個故事 那個是在 美國職棒 創立之前 在現在 國家聯盟 跟美國聯盟 都還沒有成立之前的 一段 一小段的一個職業的歷史的時候呢 就有一個強打者 OK 有一個強打者呢 哇 他就你也知道 棒球狀態 起起伏伏的 然後他那一天呢 可能就 那一陣子呢 都表現得一直不好 然後有一天呢 他就到了這個 Nesville OK 這個地方呢 哇 不但成績不好呢 然後 當天呢 他棒子還打斷了 打斷了 所以就很傷心啊 可是呢 這一家 OK 這家公司呢 原先是在做木頭家具啦 幹嘛等等 他們的 小老闆 小老闆 當然就是老闆的兒子呢 翘班就出去看棒球 就看到 哇 他的明星 他的偶像呢 這樣子傷心 就覺得說 不要傷心不要傷心 你打完球 倒下 我幫你做一支棒子 OK 幫你做一支棒子 然後 那天晚上呢 他當然就帶他回去 然後 我就標準 看那個明星球員呢 要什麼樣的規格呢 要什麼樣的一個樣子呢 我就幫你特製打造一支球棒 OK 然後第二天呢 這一個球星呢 拿上去打 欸 三支打擊 三支安打 哇 所以就覺得 哇 不錯 然後那個消息 當然就傳開了 所以漸漸的呢 就開始有人要向這個 這個小老闆呢 去訂製木棒 OK 所以呢 可是 爸爸不同意 OK 爸爸不同意 因為爸爸覺得 總是覺得 做這個棒球的人賺錢嗎 我覺得還是 家族的 傳下來的那種 老本行會比較好 OK 可是 漸漸的呢 好像做棒子的越來越多 所以這張 這一張 OK 上面有寫 這是在 一百多年前的一張照片 1880年 這就極有趣了 極有趣了 你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 這個 就是那個小老闆 所以呢 小老闆很得意地 得意地拿一支 木棒在那邊 OK 因為這是他們 即將 即將他就覺得 我們這一次的 我們家的家族企業呢 會靠這支棒子 賺錢 幹嘛等等 可是呢 你看到他爸爸 他爸爸 愁眉苦臉的 因為他爸爸覺得 做木具的 就是要去做這些東西 這水桶啊 幹嘛等等的 OK 所以一張照片呢 其實他們是兩個不同的一個心情 OK 不過那個時候 當然 當然是 在想要改行做木棒的一個草創時期 也不知道真的賺還是不賺 OK 可是這家公司呢 你就看到了 挺小老闆的拿木棒 不挺的就不拿 就在那邊 有點生氣的樣子 不過 當然一百年之後呢 發現他兒子還滿有眼光的 因為 這家公司呢 因為做這個木棒 真的讓他是變得一個 非常有名的一個公司 這樣 OK 好 回到我們今天要講的一些 一些科學上的一些議題 光是球棒呢 其實我這邊呢 就稍微給大家 融化一下 我們一定會碰到哪些的一些科學議題呢 第一個當然是問你 這支球棒到底有多重呢 OK 然後這支球棒有多重之後呢 其實關係的到是什麼 關係的到當然就是這些棒球員 這支球棒到底好不好揮 OK 所以我們必須要解釋 什麼樣的一個球棒揮比較好揮 什麼樣的球棒揮起來就是 別手別腳的 OK 可是一旦揮出去的時候呢 我這邊想到球棒我又可以揮多快 OK 因為如果大家看棒球的人 大概都知道 我球棒揮得越快呢 我球是可以打得越遠嗎 OK 所以站在科學的那種好奇呢 我當然是希望說 我球棒到底是可以揮多快 OK 然後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就開始又有一個問題出現了 就是說 好 我可以揮很快 可是呢 我在打擊的瞬間的時候 我這個握球棒 這兩隻手 是要緊握 還是 隨便啦 輕輕地擺一下就好了 欸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問題 OK 這個我們等一下 這個問題其實你們可以從現在就開始想一下了 因為這個絕對是答對的人 我會送他一本書的 OK 所以這一個問題 先透露一下這個題目 OK 然後 可是 一旦這個 成了大家開始去探討的一些關鍵的時候呢 當然我們就接著要問 就是說 欸 我球棒 我到底打在什麼地方是最好 打在什麼地方是最好 當然 電視上都跟你講 甜蜜點 甜蜜點 我想再做的應該 應該很多人都聽過甜蜜點這件事情 可是甜蜜點到底又是什麼 OK 這個我們會再講一下 OK 再解釋一下 然後 既然好吧 如果連這個也解決了 OK 我擠出去的球可以飛多快 這當然是另外一個問題 然後 擠出去飛多快之後呢 可以飛多遠呢 這個就請大家如果還有興趣的話 就是 剛才朱老師講的 你們可以去看看 我之前的 之前的那一講 就是最主要就是講這個問題 OK 然後 今天呢 我們就其實不會涉及到 它打出去可以飛多遠的一個問題 OK 因為 那個會講的 其實整個物理很多的東西 都可以濃縮到棒球 然後不過呢 比較 大家會直接問呢 當然就是 旅棒比較好 還是木棒比較好 OK 這些 當然有時間的時候 會去提到一些 OK 所以今天呢 我會給大家 涉及到的一個議題呢 大概是有這樣 其實這很多了 OK 所以我大概就是會 一個比較定性的方面 OK 因為其實來這邊講座的呢 其實 最大的 你是要有一個印象 有一個科學上的概念 而不是叫你去精算什麼事情 OK 所以我們大致會跟大家講 根據的一些物理原理是什麼樣子 OK 然後 所有的這一些 所有的這一些議題呢 當然 棒球教練有他的一個看法 然後 我們 學物理的 物理學家呢 可能又有別的看法 OK 不能說別的看法 因為 這些看法之間呢 或許 有些是一致的 有些可能是不一致的 OK 這一部分呢 可能就必須要去好好去明清 這樣等等 OK 因為畢竟呢 尤其是比較傳統的教練呢 其實經驗是非常重要的 OK 可是在科學上呢 經驗不見得就是精確正確的事情 這一點在棒球物理裡面呢 也常常出現 好吧 來 有沒有人知道 棒球規則上 有沒有去規定 這一根球棒是要多重 或者這根棒球大概是多重呢 這個 棒球規則上面就跟你去講了 不過 棒球規則呢 其實是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呢 對球棒的一個規則呢 它在開通名義 規則1.1呢 第一條呢 就跟大家講到了 球棒呢 必須為平滑之圓形棒 OK 就說你必須要是這樣子圓形的 可是 需要蹭嗎 因為這次不是正式比賽 對 蹭下來可能 不過這次還是符合規定 不過它就這樣 這個規則呢 你主要的精神就是 它是規定 我們這個最初是多出 最初是多出 然後呢 最長是多長 就是這樣子規定 OK 然後 也是因為這樣的規定 不是那麼明確規定 所以這條規則呢 大概已經生存了一百多年了 一百多年 就沒有去改它了 OK 不過 多重沒有去規定 不過 大家也知道嘛 木頭 即便是不同的樹木 所砍下來的木頭 它的密度可能會有點不一樣 可是大致上不會差那麼多 OK 所以呢 你可以拿一支什麼 拿一支圓柱形的棒子 圓柱形的棒子 你覺得 這樣好像比較粗 比較好 可是呢 這樣子的話可能會非常的重 揮不動 這個對打者是不利的 所以打者也不會這樣子去弄 OK 所以呢 所以呢 在這一條規則之下呢 你打者愛怎麼去做 就怎麼去做 可是 這邊有講過 它可能是在下面 下面 可能沒有寫在上面 不過呢 它必須規定 這一根棒球是要一體成型的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規則 就是說 你不能把它切開 再一邊做一邊 然後再合起來 這種是不行的 是要一體成型 等一下我會給大家看 看個五分鐘 怎麼做棒子 因為我覺得這個 還是很有趣的一個影片 OK 然後 我這邊在看 看這個短片之前呢 就跟大家 給大家看到 欸 下面 OK 大家可以看到這下面 現在的球棒 你們大致上都認 都認知 就這個樣子嘛 可是呢 你可以看 尤其是下面 規則沒有規定說 我不能這樣 所以也是曾經有人這樣做 然後這樣做呢 當然 他們的利基點是什麼 因為我在握棒 是兩隻球棒的 所以 這個 這一個 會覺得 我頂著這邊 所以我另外一隻 是不是也要有一個 有一個 主打這個棒 讓我頂住 可以調灰 OK 所以呢 居然有人 反正我講過 棒球規則 沒有規定我不能這樣做 所以 的確真的 有出現過這樣的棒子 OK 不過 當然後來 後來 那麼多人去使用之後呢 會覺得 這個其實沒有比較好 OK 沒有幫助你的一個 打擊的一個 威力啦 所以很漸漸的呢 就沒人去管它了 OK 然後這張照片呢 Ted Williams 這個 如果看過棒球 喜歡美國之棒的 當然知道這個 丁丁有名 然後 等一下 我們剛才講到的 回棒的時候 我們握棒的這兩隻手呢 要不要緊緊的握著呢 Ted Williams 是有給出他的一個看法 他覺得要握緊 OK 不過 有另外一個強打者 不這麼想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再提到 來 我們現在給大家看 這個五分鐘的一個片子 看一下 一隻球棒怎麼去製作出來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做一隻棒子呢 其實還蠻快的 OK 中間呢 其實在後面呢 其實有一部分 大家有沒有注意 就是說 因為我們買這種棒子 不是正式的比賽 OK 然後也比較便宜 所以它不會有那麼多的一個細節 你如果有發現 其實它這邊是有挖的 有挖洞的 然後你打到 像大聯盟的那些球星呢 其實它會去 那個球星其實是會跟那個 球棒的一個公司說 我就是想要挖多深 當然是在規定之內 OK 你是可以裁量 你可以挖多深的 然後 在這個 等於這個 講座之後呢 你大概會可以知道 為什麼 那個有什麼樣的一個差別 OK 這個東西大家可以稍微去想一下 好 所以 剛才呢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我講到就是說 在製作球棒呢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要點呢 是我必須要一體成型的 OK 所以一體成型的時候呢 當然 我們剛才講到 除了做球棒之外 其實挑木材是很重要的嘛 OK 所以挑木材呢 大概我們現在就用到 我上面寫的那幾種 OK 那幾種的一個木頭 OK 然後 早期的 早期的一個棒球員呢 可能在100年前的棒球員呢 他們是習慣是拿比較重的球棒 OK 所以 Hickory 就是胡桃木呢 是他們比較常選擇的 OK 然後為什麼會選擇這個球棒呢 當然是因為以前 那個時候 還沒有汽車 都是馬車 OK 所以馬車的那個橫桿 那個橫桿就是大智山 就是胡桃木的 OK 所以他們要玩球的時候 誒 要一根棒子 最方便的就是抽那根棒子 去打 OK 所以這樣可以去做的 然後 來 一個球棒呢 其實 它的一個好壞呢 當然在以 當然在以製造商 製造商人很重要的點 當然是長度 長度啦 粗細啦 這個東西其實是有規定的 OK 質量 但質量 反正我的長度粗細 規定之後呢 質量就自然就出來了 OK 導致沒有去特別去規定它 然後當然還有一個 就是所謂的質量分佈 還有材質的硬度 然後 這邊我稍微去補充一下 就是說 大家可以稍微看 白板一下 一個 一棵樹 一棵樹 你們都知道其實它是漸漸長大 所以會有那種連輪嘛 會有連輪 所以呢 無論是要讓我這根棒子呢 做得最好 或者說 我要以最精進 一根木頭 我可以做出最多的一個 最多的一個球棒出來的時候呢 它原則上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去砍嘛 這樣去砍 所以你這邊呢 但一開始看的時候 是有一塊一塊的木頭 一塊一塊的木頭 其實都是這樣 所以 任何一塊的木頭呢 你大致上 大致上呢 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 我的連輪呢 一顆木頭 OK 一顆木頭假如是這樣的話 連輪基本上都有一個 一致的一個方向性 OK 一致的方向性呢 這個是實在是 多虧 多虧 我們在打棒球 所以我們對木頭 就會開始去研究它 到底是怎樣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好 這個我稍微去弄一下 假設 假設 我們這只有兩個 不過可以看到嗎 OK 這樣的話其實 你可以知道 一個木頭呢 其實你在撞擊的時候 你去撞 我們的打棒球撞擊的時候呢 其實 我這邊撞 這邊撞 你可以看 這邊其實是 都是有一個彈性 可是我這邊撞呢 其實會比較堅硬 堅硬 OK 所以 所以直接關係到什麼 這個以後 如果大家 小朋友 大朋友 要去打棒球的時候 拿到棒球 你務必 務必 一個原則 一個原則 你去看木棒 其實你這邊可以看到 一橫一橫的 OK 所以 OK 這個有點小 所以 看不到 對對對 那我看 OK 其實應該都有 你們的棒子其實都有這個 然後 我們在打擊的時候呢 其實 你一個原則就是 我出去 我出去呢 剛才看到的那個 那個橫的方向呢 是迎面來的 球的那個方便 就是說 好 大家可以看到 我一個球棒呢 這個橫呢 是這個樣子 球基本上是這樣子進來的 OK 這個是讓你的 這一支球棒呢 在接觸棒子的時候呢 是最堅硬的 一個狀態 OK 然後 廠商為了比較方便 大部分呢 就會在什麼 在會 在這一面 OK 平行的這一面呢 畫上它的 廠商的mark OK 所以一般你看 我們也不用去這樣看 一般我們就會看 這個mark是面對我們 這樣子揮出去的話 大概就是這個方向 OK 這是你們真實在的 在打棒球 尤其如果是拿木棒的時候呢 稍微注意一下 OK 注意一下 因為 這個方向的一個差別呢 除了我球 擠出去的效果 有差別之外呢 對我的木棒呢 木棒會不會被你打斷 其實絕對有絕對的一些影響 OK 不過我們這一門課呢 等一下還會告訴大家一下 怎樣的擠球點呢 會讓木棒呢 很容易去擠斷 OK 這我們再講 好 所以 嗯 球棒的一個規定 大概是這樣 其實很簡單 OK 然後 當然 很好玩的就是 明天午清節 OK 明天午清節 然後 大聯盟的棒球規則 有特定 最後面一點 就是說 球棒呢 大部分就是 木頭顏色 原色 或者黑色 咖啡色 深色 可是呢 如果你要弄別的顏色 一定要大聯盟去核准 OK 所以 大家如果去看 大聯盟職棒轉播 從明天開始 一個禮拜 你可以看到 很多幾乎所有的球棒 都 都七成紅色 就是要來慶祝母親節 然後一個很重要 還有很重要的一個活動呢 就是 這一個 這個禮拜呢 沒有 這個禮拜大聯盟 擋出的 任何的一支 全力擋 那個 有個基金會 就會donate 或者你買這支粉紅棒子 就會把這個錢呢 捐給 婦女的防乳癌基金會 OK 其實 基本上 他們就是這樣子 去跟社會 有一個互動 有一個互動 這樣子 OK 然後 當然 我們不去 不太講 太多的一些物理進去 不過 我們 小小的一個整理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說 我們光從球棒的一個 有多重這個問題呢 你大概可以看到 欸 我有時候說重量 有時候說質量 可是 如果你們 小朋友 以後到了多重 到了高中 開始接觸到 物理課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知道 欸 什麼重量跟質量的差別是什麼 然後一想到質量的時候呢 什麼跟它有關 可以 力 OK 牛頓那個力 它的一個定義可能跟我的質量 它有他們之間的一個關聯性 OK 所以 我就是 在學校的課程 我也就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從一些比較簡單的議題 我可以讓他知道 喔 這個其實涵蓋有多少的一些物理概念進去 OK 不過今天因為 時間關係 所以我們就不用講 太深入的一些物理的一些細節去 OK 好 然後接下來的一個問題呢 當然就是 球棒怎麼樣比較好揮 球棒比較好揮 OK 然後 當然 大聯盟的選手呢 說實在的 每一個都非常的壯 每一個都非常的壯 OK 即便呢 是林木伊朗 OK 林木伊朗可能是在 你看大聯盟裡面呢 可能 東方人吧 東方人的一個體型 所以就比較嬌小一點 不過呢 林木伊朗 他的握棒呢 是很長的握棒 OK 可是 掃棒 掃棒你就可以發現 因為掃棒 小朋友的一個發言真的差別很大 現在晚一點 比較早一點 所以在掃棒呢 你會發現 尤其不要去打成績的那種掃棒 那個隊伍裡面高高矮矮 參差不齊 OK 然後 那些小朋友 比較矮小的朋友呢 為了要去揮棒呢 當然就會握得一些短短的 短短的 這樣會比較好揮 比較好揮 OK 這個 你去問 這些 這些比較矮小的這些小朋友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他的答案可能是很直接 這樣比較好揮 比較好揮 可是他或許就不知道 為什麼比較好揮 OK 然後 在放球場商物理學大致上 就會跟你解釋說 怎樣 然後 我們等一下會回答這個問題 OK 所以大家可能就 有些人知道 然後不知道的 就稍微耐心等一下 OK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講到一個球方的重量 這個問題 在講完質量 講完之後呢 接下來當然 來 有沒有人知道 質量中心 該怎麼去找 就是 這一根球棒的一個質量中心 我們該怎麼去找它 它位置在什麼地方 然後 我們找到之後呢 當然 OK 我們也不用說找到之後 我們直接就講著說 為什麼 物理學家很奇怪 一個物理多重就多重 為什麼還要去考慮說 它的質心在什麼地方呢 這一個簡單的一個 一個解釋嘛 就是說 好 像 像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OK 這一個人呢 其實他就是把這個棒子這樣子 這樣子甩出去 OK 甩出去 然後他用快拍 不過照片 底片當然就不動 所以你可以去 在同一個 同一個底片上面 trade 追蹤出這個球棒的一些 運動的一些軌跡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其實會旋轉 會旋轉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點 其實有一邊 有一邊是從 它的點是在棒頭這邊點 它可能是蠻複雜的一個軌跡 然後棒尾這邊呢 也是一個蠻複雜的軌跡 可是呢 你中間可以看到 有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拋物線 很簡單很簡單的一個拋物線 OK 這個就是直線 直線的位置 然後我說物理學家為什麼要找這個呢 就是說如果你不要去知道這些細節的話呢 其實所有的問題都很簡單 因為你拋一支棒子出去 我最先要抓住的那一個物理的一個 一個picture 就是說所有這支棒子的一個質量 可能都是集中在這一點 我只是一個拋射 隨便一個拋停運動而已 OK 或者說 或者說 喔 我有一個 有一個箱子很重 這箱子搞不好還長得不一樣的 一個很奇怪的位置 然後我在這邊施一個力 施一個力呢 然後你想去討論這樣的一個問題 你就會覺得 哇這個形狀怪怪的 這很難討論 沒關係 我們有了這樣的一個概念呢 我們會把所有的物體呢 它可能什麼 可能它的一個質心 如果是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直接就是說 好 我所有的物體呢 我可以用這一點去來表示 然後這一點呢 它就有那麼大的一個質量 OK 你不用去看這些物體 到底長什麼樣的 然後你的力呢 就單單純純的 就只是作用在它而已 OK 所以這樣的一個解析之後呢 其實可以簡化你很多的一些 物理解題上的一些困難 OK 當然 當然 一旦我們概念有簡化的時候 你可以知道 一定是什麼 我們很多的細節就 就 喪失掉了 細節就看不到了 OK 天下沒有白癡的午餐 其實也是這個樣子 OK 好 所以 找執心當然是重要 OK 好 那這個球方 該怎麼去找執心呢 就弄一個 稍微 不要太厚 不要太粗的繩子 因為太粗的繩子 就有點 好像在作弊一樣 OK 然後這個稍微 稍微有一點寬度 可是也不那麼乖 你就去看 擺在什麼地方呢 它會 它會平衡起來 然後你們就去看 這個地方好像 OK 好像 好像 要往哪邊再移一點 好像往這邊再移一點 好像往這邊再移一點 然後 我們就往這邊再移 這樣不行了 所以 再進來一點 好 這非常簡單的一個做法 其實 你拿一個繩子 稍微粗一點 會讓你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呢 你這樣移起來 就代表什麼 代表 我已經平衡了嘛 OK 好平衡 來 平衡點在這個地方 好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呢 基本上 就是我的 直心所在 當然 當然 直心不是在這一圈 因為 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個 這個 木棒 其實它 從中間這一軸 是有一個垂直的 不是垂直 是一個對稱的 OK 對稱就是說 你這個軸 根據這個軸 我怎麼轉 看起來都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這邊一定 我的直心是在這個軸 穿進去的這條線上 然後我只是在 另外一個垂直的方向 是在這邊 所以你們大概 就可以想像出來 就是我這個面 切下去 跟那個軸的焦點 基本上就是 就是什麼 就是 直心的位置 來 接下來 接下來 當然 有一個 有一個問題 直心 好 在於這個地方 然後呢 我就要去問 我就要去問 一件事情 這個地方 剛才弄到這個地方 這地方 這地方 這地方是集心 我一個簡單的一個問題 來 這邊可能 可以搶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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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送吧 送 對 這裡有薑米糕 這裡有薑米糕 OK 我就把這裡切開 我就把這邊切開 我要問兩邊 一不一樣重 大家應該都拿到屎了嘛 我還是希望就是說 這個其實是大家以後在學 尤其是科學的東西 OK 就是說 永遠不要覺得 老師要給你答案 有很多東西 其實你是可以自己去試看 答案你是可以找出來的 然後像大家 手上拿的 這一個尺呢 大概是30公分嘛 OK 所以你要找重心 是非常簡單的 基本上就是在15公分 OK 其實這個 這一個廠商 在這邊 打了一個黑點給你了 OK 所以你只要拿的 應該 這個就是重心 這次沒問題嘛 OK 所以你也知道 這是一個非常 四四方方 OK 這是非常有規則的一個尺 OK 然後你去看15公分 所以你大概可以 可以去 去 推 推斷呢 就是說 這一隻尺呢 如果我把15公分 這個地方呢 把它 裁掉的話 你去秤重 應該是一樣重的啦 因為這個 還蠻對稱的 然後是蠻平滑的嘛 OK 不是像 不是像棒球這樣 有出有細的 OK 好 然後現在呢 來 給兩個燕尾夾 OK 兩個燕尾夾 兩個燕尾夾 它也是一樣重的 OK 所以你隨便 你隨便 你就在 在隨便的兩個地方呢 你去 你去把它夾起來 你去找 它的一個平衡位置 OK 你去找它的一個平衡位置 OK 你去找它的一個平衡位置 然後 然後你可以發現 嗯 假設這是 嗯 好 先 先轉到這個好了 假設這個地方呢 是你的心的平衡點 心的平衡點 然後呢 然後你夾的 你夾的位置呢 一個燕尾夾 你夾在端頭這邊 我們該講到的就是說 好 如果你沒有夾燕尾夾的時候 沒有夾燕尾夾的時候呢 切一半 兩邊是等重 OK 好 現在 我的燕尾夾呢 是夾在我平衡點的兩邊 各一個 OK 所以燕尾夾 每一個的重量也是一樣 OK 所以那是 直量是一樣 可是呢 你的平衡位置已經不在中間了 所以這中間 你把它切開的時候呢 當然 我指本身的重量就是不一樣了 OK 好 所以 我現在呢 在綠色的 這邊切開 我這邊呢 包括一個燕尾夾 喔 燕尾夾 這邊也包括一個燕尾夾的重量 OK 可是呢 這邊是等重 可是這邊是比較輕的 OK 好 所以你可以知道 設在平衡位置的兩邊呢 雖然這一點是可以讓你的 讓你的 讓你的 這個系統是平衡的 可是 平衡點兩邊的質量 其實是不一樣的 很難解 中文字幕——YK